施政報告提出港車北上 容許合資格的香港私家車 經港珠澳大橋到內地不設配額 運防局局長陳范說 希望保險及驗車都做到盡量方便 陳范回應立法會質詢的時候說 初步救私港車北上的私家車 每次入境可以連續停留最多30日 每年累積最多180日 司機要有香港及內地的駕駛執照 駕駛要是8座位或以下的私家車 亦都要有禁區指 並且買了香港及內地的第三者保險 陳范說計劃及內地推動等效先營 即是在香港投保責任範圍 可以擴大去到內地的第三者責任保險 香港司機透過本地保險公司 就可以一次過買到兩地的保險 細節仍然要與廣東省相討 如果在內地發生的交通意外的時候 究竟那個訴訟的情況會是怎樣 是在香港 還是會轉變成在內地進行相關意外的疏忽訴訟呢 保險的安排 我們正同廣東省相關的當港 在恰談當中 所有的手續必須盡量簡化 第二 所有的洗費必須盡量降低 每年一般的中港車都要去元朗驗車 甚至乎逐排的時候都要去廣東省驗車 一般這些車會不會都是類同的安排 驗車方面 我們亦都在探討在香港進行有關的檢驗 我們當然希望可能得到豁免 但是因為是一個機動的汽車 我們在確保道路安全方面 不單是香港以至廣東省都希望盡量做好 無� 無派 無重 我們 無